当地时间3号中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世界卫生组织结合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 应邀在巴拿马总统府会见巴拿马总统夫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拉美区特别亲善大使 巴拿马全国幼儿综合护理理事会主席卡斯蒂略 并共同出席艾滋病防治公共宣传活动 彭丽媛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和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怀 为此付出巨大努力取得重要成绩 巴方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中国一贯重视妇女儿童工作 着力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 希望双方一道为推进中巴两国和世界妇女儿童事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卡斯蒂略赞赏和钦佩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和保护 妇女儿童权益方面取得的成就 表示愿同中方携手努力 推动上述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会见后 卡斯蒂略邀请彭丽媛一同手持作为艾滋病灵骑士运动标志的彩色纸质蝴蝶合影 表达对全球妨碍抗碍事业的坚定支持 彭丽媛对在场记者发表感言 为卡斯蒂略积极投身艾滋病防治点赞 表示中巴两国在消除艾滋病方面拥有共同愿望 希望双方加强合作一起加油 为实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30年终结艾滋病愿景 做出不懈努力 感谢观看